《财富第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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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知道在美国我们要花费大概2.5万亿美元 这部分就是用来给病人治病的 但是如何支付这部分费用 是困扰着美国政府的头号经济问题 比如说我观察了所有的新兴行业 希望能够解决问题 是的 我发现没有什么行业比得过营养行业 健康产业现在每年达到五千亿美元 我预见在未来五年内 它可以轻松地成为万亿美元产业 一说到健康产业 人们会想到和它息息相关的医疗产业 保罗皮尔泽指出了两者的区别 强调健康产业 是把疾病控制在预防阶段 很多人依然认为 健康产业属于医疗产业的一部分 我并不赞同 医生会告诉你 你的食物结构有多糟吗 当然不会 医生不能治愈糖尿病 他只能减轻症状 但是我们也就是健康产业 可以改变运食结构 当财富浪潮又一次席卷而来 中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与世界一起把握 这次经济浪潮呢 中国正像美国一样 大概有15%的人超重 7%的人过度肥胖 尽管只有美国四分之一都爱分别 但是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 最专注于医疗 我认为中国的健康产业 比世界其他国家的观念 都要开放 你要知道 因为中国有几千年的 传统中医药文化 中国最需要健康产业 而且会成为健康产业的 那头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了